今天为大家带来一部上映于1981年的恐怖电影《凶宝》 本就处于社会底层的阿强 在妻子小兰怀孕后一直找不到工作 简历投出去犹如时辰大 小兰建议阿强回他爸的匈医场工作 但阿强不想让人觉得自己是个吃晚饭的 隔天阿强去一栋大厦应聘 没想到应聘的经理居然被人砍死了 原来砍人者因为被开除不服气 所以才做出这样的报复 总之阿强的应聘又泡汤了 赤裸的阿强从报纸上看到一则广告 有栋大厦正在招聘保安 很快阿强获得了这份保安的工作 他很高兴的开始上班了 和他一起巡逻的是队长汉叔 值班室还有两个同事胖子和小丁 这里的商场和地下室还没租出去 所以到了晚上空无一人 还有点吓人 阿强疑神疑鬼 问这里是不是出了什么事 不然为什么会租不出去呢 汉叔让他别自己吓自己 因为阿强上夜班白天要休息 小兰自己一个人去做了产检 医生检查后脸色却变得疑惑 但他跟小兰说胎儿没什么问题 很快阿强已经上班一个星期了 和几个同事也打得火热 晚上他和胖子一起去巡逻 中途胖子突然尿急去了厕所 等待的阿强突然接到汉叔的对讲机通话 说他家人打电话给他 让他赶紧下去 阿强害怕是小兰要生了 于是一个人坐着电梯下了楼 谁知电梯直接掠过一楼 去到地下室 到了地下室还在继续往下走 阿强被吓懵了 还没反应过来电梯里开始涌入污水 紧接着电梯门打开了 门外传来可怕的声音 阿强赶紧关上门 按下去一楼的按钮 并跟同事说了自己刚才的可怕经历 可是同事一番检查 这电梯连半滴水都没有 而汉叔也说 从没跟他对过话 总之几人都没把阿强的话当回事 转过头就去吃狗肉火锅去了 一个外号叫香港先生的同事 因为看不惯饭店的狗 就把狗抓来吃了 汉叔让他小心点 这么觉得小心吃肉被骨头噎死 没想到话音刚落 香港先生被噎住了 口吐白沫倒地不起 几人赶紧把他送去了医院 然而就在医生为他动手术的时候 香港先生突然坐了起来 朝医生喷了一口黄土泥 就翘了辫子 香港先生死后几人去祭拜他 回来的时候呢 遇见一个大师 大师一看汉叔苍白的脸孔 就知道不对 果然没过多久啊 汉叔就出了事 这天呢 汉叔一个人在家休息 一张报纸却悄悄从桌上掉下 顺着躺在地上的水 悄悄靠近了他 然后活生生将他捂死了 直到阿强来拜访 才发现他的尸体 看到他拽在手心那张报纸 报纸上有篇报道 引起了阿强的注意 原来这栋大厦以前是骗子的老巢 那伙人呢 在这里谋杀了许多小孩 在汉叔的葬礼上 他们撞见了那天坟场那位大师 大师一算 发现阿强出生于 因日因时 怪不得会遇上这样的怪事 大师去阿强家一看 发现阿强家摆放的一个木架 对他十分不利 说完 开始教他逢凶化级的办法 让他不管怎样 千万不能辞职 临走 还拿给阿强三道符 吩咐他明天正午 阴气最弱的时候 把符贴到大厦 只要过了这一关呢 他全家就可以消灾解难 阿强按照他的话把木架搬到别处 可小兰又把木架搬了回去 此时的小兰呢 也变得脸色苍白 而且一向不爱吃内脏的他 突然爱上了这些东西 明明在太阳底下 却没有影子 原来小兰所怀的是鬼胎 冤鬼居然想霸占阿强儿子的肉身 第二天正午 阿强按照大师的话 把三道符贴在大厦对应的位置 就在他贴完最后一道符的时候 门突然剧烈的抖动起来 而大师也隔空念起了咒语 随后小兰的肚子疼了起来 但很快呀符咒被毁掉了 几人没有成功干掉冤鬼 胖子想到接连两个同事惨死 害怕下一个就是自己 于是连夜开车逃走 结果半路上被冤鬼拦截 最后仍旧死于非命 上次失败后大师没有放弃 他吩咐阿强回家打掉 象征胎儿的灶台 小兰肚子剧烈疼痛起来 阿强见妻子这么痛苦 动了侧影之心 没有继续打灶台 大师看阿强打灶台不成 只好自己在家做法斗鬼 结果中了冤鬼的计 惨死家中 此前他交代阿强去到大厦 只要天亮之前 找到冤鬼的尸骨 将符贴在他的肚脐 就可以消灭冤鬼 不然冤鬼就会投胎成他儿子 冤鬼得到肉身的话 阿强和他太太就会变成妖孽 听完大师的话呀 阿强赶到大厦 却发现当晚值班的同事全部死了 这时他听到小丁在地下室召唤他 可下去一看 发现小丁也早就死了 正于逃走时 还被他咬了一口 逃脱后的阿强 坐上电梯 继续往下来到地底 在一条暗河边 发现一具小孩骨架 他将符贴在骨架的肚脐位置 却没留意 将血滴在了符上 符瞬间就消失了 与此同时 河里走出一个小孩 想必呀 这就是那个作恶的冤鬼 阿强赶紧逃出地下 可怎么也跑不出这栋大厦 还不断遇见死去同事的鬼魂 最后呢 阿强被小鬼追上 掐住了脖子 与此同时 小兰在医院生出一个孩子 她的脸色也从苍白变得正常 小兰的孩子出生后 那小鬼就不见了 阿强就此捡回一条性命 但他知道小鬼一定是赶去投胎了 阿强懊悔不已地垂着地板 回去后 他躲在家里 当小兰抱起孩子回来时 他举起手中的刀 砍了过去 电影戛然而止 给观众留下一个悬念 恐怖指数五颗星 电影胸绑 号称最恐怖的香港电影 内核呢 是一个俗套的阻止鬼投胎的故事 但是气氛营造得很棒 节奏有张有迟 最大的亮点是片中的小鬼形象 以及最后强硬的结局留白 无论那冤鬼是否真的化作阿强的儿子 在他举刀砍向自己的骨肉时 或许啊 就已经变成怪物了吧 好了 今天的电影就看到这里 喜欢这类故事就关注我吧 下期见